字幕志愿者 李否俊 夭壽 夭壽 邪恶其他人 英雄出生小女 心下仗义 最自豪 少年下课 皇后暴雨中奔跑 心下仗义 最自豪 该找教我武功的霞王来比试一下 霞王一定很厉害 打败他 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这个霞王 是什么人 什么情况 全部受伤 伤得重吗 何人作为 别提了 都是那个泽补头硬要和我们比武 可是贤门剑律严禁于人私斗的 所以我们只有闪避打不还手了 但是泽补头武功突飞猛剑 我们就这样了 为何不逃 唉 我们逃不了啊 我察觉到 泽补头对武功的追求异常强烈 我怀疑是贪婪的根源引发的 贪婪怪很有可能就在他的心里 而且越发强大了 泽补头还说 要去找霞王前辈比武 霞王患病 情况不妙 洪福留下照顾北宗 无忌随我而去 秦剑 虽然严守了阴门戒律 但却让同门受伤了 我这样错了吗 唉 对错难分 回头再说 唉 阴门戒律 遇到特殊情况 是否也一定要遵守呢 霞王 我蓝眼 只要打败霞王 我就是天下武功第一 天下武功第一 心在门内 人在静 本在心内 不归来 是不归乔 我是马蜜城捕头 泽孤齿 特意前来 向霞王讨教 哈哈哈 不敢 不敢 我见泽补头 你现在的眼神和身形 想必是武功大有精进 没错 我已经找不到 合适的对手了 哈哈哈 真是恭喜恭喜 那泽补头的武功 就是天下第一了 还不算 只要打败了你 我就是天下武功第一 嗯 你想要打败我 没错 快出招吧 哈哈哈 其实 我不懂武功的 你不懂武功 是你教我武功的 你说你不懂武功 哈哈 虽然我能教你武功 但不一定就要会武功的呀 你就是不想跟我打 这个就是霞王 他到底是什么人 跟天门那帮人又有什么关系 泽补头 这世上的人们皆有贪婪之心 不过要数贪婪之罪的话 并不是如钱财之类 而是贪恋名声 啊 什么贪恋名声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内心贪恋着的 是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声 我这不是贪 我这是应得的 好 啊 你就不用再贪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已经是天下武功第一的人了 啊 真的吗 我现在就是天下武功第一的人 是的 你说的没错 啊 有两种声音 怎么 你的声音 你有病在身 没有 没有 我不打扮你 今天是不回去 出招吧 打扮你 我就是天下武第一 我来会你 这到底是什么兵器 这是乾坤金剑 哦 嗯 真正的高手来了 哼 滚 修语 说 诱语 吃 保温 医 communities 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